我要结婚了 彩礼十六万六 另外给弟弟买辆车 付二十万首付 每年再给爸妈十万块钱 谁知 结婚当天 爸爸上台 拿出了一个记账本 上面密密麻麻写着我从小到大的花销 女大不中流了 这是我闺女从小的花费 二十多年了 物价也涨了不止十倍了吧 多了我们也不要 六十六万就行 我闺女你们领走 四十六万也行 最低了 闺女以后就是你们的 后家里再没关系了 妈妈补充道 原来 他们以为得爱症的是我 爸妈 快过来 试试我和许颂顶你俩选的礼服 婚礼前一天 我进门 就满脸期待地喊爸妈 嗯 放那里吧 妈妈拿着湿衣服 对我喊住 挺了五鸟 转身去了阳台 爸爸抬起头来 看了我一眼 又低下头 继续摆弄他的茶具 两人都是 一副兴致区区的样子 你俩别泼冷水啊 乔乔姐姐 恨不得立马嫁过去 不会肚子里有了吧 弟弟一脸坏笑 凑上来 抖擞开爸爸的西装 爸爸下意识看了眼我肚子 有你的头 我将他手里的衣服夺过来 心里难闷 为了婚礼顺利进行 我答应了 每年给他们十万块钱孝顺费 给弟弟买辆二十万的车 再给他首付买房子 他们最近也是对我笑脸相赢的 没想到又变冷脸了 我也不再搭理他们 将衣服礼盒堆在客厅沙发上进了屋 打开抽屉里 闺蜜的诊断证明 上面写着 王昭帝 癌症晚期 闺蜜是我在外地求学 打工时认识的她 和我同龄同姓 同一年出生 相似的原生家庭 为了逃离家庭 拼命读书 大学四年 我俩心心相惜 相互鼓励 相互帮助 毕业后 我们留在同一座城市 找到了各自的幸福 我陪她去的医院 我去帮她拿的诊断证明 本来不想告诉她 她去找到医院 夺知实情后 她和男友分了手 我本来要将婚礼推后 全程陪她看病 但她说 她最后的愿望 就是要见证我的幸福 她要看我穿上婚纱的样子 来想象自己的幸福 她时日不多了 我将婚礼提前 答应了爸妈提出的 苛刻要求 只求婚礼上 能够收到爸妈的祝福 一来 闺蜜渴望父母的爱 她希望我和原生家庭和解 我想呈现 给她完美的婚礼 二来 我不想被婆家瞧不起 没有娘家撑腰 容易受欺负 起码面上过得去 爸妈 你俩咋回事 我姐都答应给我买车 付首付 你俩这是 门外 弟弟小生们爸妈 你知道个屁 就怕到时候竹篮打水一场空 他们为什么这么说 难道不信任我 爸妈 你们怎么了 我答应你们的 一定会对下诺言 我出门 满脸真诚地看着他们 大把轻飘飘点了点头 说 知道了 我会上台的 第二天 婚礼如期举行 我穿上结白的婚纱 闺蜜进来 她一身粉色的伴娘服 厚厚的遮瑕 也掩盖不了她憔悴 但她仍旧强打着精神 满眼星星 夸张惊艳地喊 招财 你好美啊 我忍住眼睛的酸色 也学着她 夸张地说 靳宝 你也好美啊 然后我俩 哈哈地大笑起来 那一刻 仿佛又回到了 我们一起打工 互相吹捧 互相攒尽的时刻 对了 招财 靳宝 我们大学那会 俩穷塌了的 互相这么称呼对方 主要原因还是 两位人都不喜欢 招弟这个名字 婚礼前半部分 进行得很顺利 爸妈坐在一旁 时不时拍掌 闺蜜一脸幸福地 望着我俩 透过她的眼睛 我仿佛看到了 她和她男友 但是 到了家人致辞的环节 爸爸上台 完全抛开了 我给她准备的知谢词 她讲了 她和妈妈以前 生活都不容易 讲了他们为了 拼一个儿子 交了二胎罚款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 我不是一个男孩 然后她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破旧的记账本 上面密密麻麻 写着我从小到大的花销 女大不中流了 这是我闺女 从小到大的花费 二十多年了 物价也涨了不止十倍了吧 多了我们也不要 六十六万就行 我闺女你们临走 台下一片安静 许颂感觉到 我身子的颤抖 揽不过来 喜公公喜婆婆 半天没反应过来 张大嘴巴看在台上 妈妈探亲家的表现 以为他们嫌贵 站起身来 大声补充道 四十六万也行 最低了 闺女以后就是你们的了 和我家里再没关系了 说我的爸妈 守着我未来的婆家人 守着我的同事 我的朋友 将我明码标价 我没想到 他们会有这么一出 台下人 胎使指着我们 窃窃私语 有的面露嘲讽 我脸扫得滚烫 后背四肢却一阵阵发了 许颂握紧了我的手 大声喊 招财宝 永远是我的无价之宝 爸爸比 叔叔 阿姨 你们说的当真 四十六万 以后招财 嗯 招弟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了 闺蜜从爸爸手里 夺过话筒 大声质问她 不再吸她的血 不用她养老 不用她在伺候你们 小姑娘说什么呢 谁吸血 我们从来没有 我说过的话 一言九鼎 一次性给我们四十六万 招对我家就不要了 爸妈 你俩疯了 这么便宜 我弟弟 王天佑在台下急了 是啊 他们为啥这么便宜将我卖了 毕竟我先前 答应他们的条件 更为丰厚 我想好了 彩礼 老公家里出 弟弟的车房 这些都是我自己的压力 我将这些年偷偷攒价的钱全部拿来 其实还差十万 本来商量好了 给我三年兑现成末 不管如何 这是天降好事 我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 从闺蜜手里接过话筒 稳定了一下情绪 爸妈 你们确定吗 我现在给你们三十六万 这是这些年 我传的所有的钱 都给你们 密码是爸妈和我生日的两枚日期 你们以后和我再没有任何关系吗 爸妈看到卡 两眼放光 妈妈还不忘埋怨我 死见妮子 背着我们藏私房钱 之前还不是我家的 应该你婆家 你们要不要 王天佑从观动席蹦上来 直接夺走了我的卡 这是现钱啊 妈妈 谁的钱不是钱 能买车 买房就行了 爸妈见妈妈还犹豫 比他眼色连忙说 当然了 你弟弟的车钱 房的首付 能过了就不错了 其他的 我们也不要 也不管 你以后 怎么样 我们可不管啊 爸妈 你们看到了 我还逆你们老王家了 二十年来 你们给我花了多少钱 我从爸爸手里 拿不来账本 验着 出生那年 接生费二十元 妈妈月子里 吃了五十个鸡蛋 十块钱 感冒打针五毛钱 铅笔一毛 橡皮一毛 直到大学 就没再记录 因为大学里 我没花过他们一分钱 爸妈 我从三岁开始 给你们洗脚 洗衣服 做饭 不是抵了我的文具费了吗 我从小学开始 放学去捡垃圾 晚上给你们看摊 不是赚出我的学费 来了吗 你们怎么不记上呢 我从小最怕的就是要学费 要学杂费 每次都是等到 不得不开口的时候才要 当然了 每次要都少不了一顿骂 先是骂学校老师乱收费 然后开始喷自己 多么不容易 最后 都是让我干活 来抵消这笔钱 他们心里才舒服 我拼命干了那活 明明抵消了的 他们却还是偷偷记在了账本上 技术长大了 要还对我们的 我们可没义务 养一个外人家的女娃子 这是他们挂在嘴边的话 我大学兼职 一个月2500块钱 妈妈却要求我 每个月转离你们2000 这钱你们怎么没记上 我喊你们爸妈 你们拿我当女儿吗 你们想过我一个人 在陌生的城市 有没有钱吃饭 有没有地方睡觉吗 你们想过我生病了 怎么办啊吗 你们不爱我 我没有爸妈 我只是你们赚钱的工具 说到最后 我声音沙哑 泪流满面 有人说自我救赎的第一步 从承认爸妈 没那么爱你开始 曾经 我展示给外人的 是调皮可爱的弟弟 满满的父爱母爱 我怕外人看透我的狼狈 直接我的痛楚 比如说 这次婚礼 我只得老公说了 家里要六万块钱的彩礼 多余的钱 我自己默默不上 因为我觉得 要得太不握了 会被婆家看不起 编造的爱 是我保护自己的铠甲 如今 这薄如柴翼的铠甲 也被卸下了 我如同一只被包掉外壳的蜗牛 任谁都可以踩一脚 这时准婆婆走上台 仍给爸爸一打钱 这是十万 我不想招财为难 你们记住 招财不是用钱能买卖的 这钱是还你账本上的钱 你们对他身上的投入 远远不够这个钱 你们这辈子永远欠他的 说完婆婆 转身揽着我 递给我一张卡 招财 这卡里有五十万 早就准备好的 给你们小家庭的见面礼 他又把自己手上的镯子摘下来 带到我手上 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闺女 别人眼瞎不拿你当宝贝 我们眼睛不瞎 你是的好孩子 你值得更好的 公公上台 扶了扶眼镜 怒目对的爸妈 你们配做父母吗 如果不是今天你上来 我还不知道 我儿媳妇受了众多委屈呢 以前只觉得他懂事 懂事得让人心疼 我许家以后好好待他 今天是个好日子 我们老许家 招财进宝的一天 我们捡到宝了 台下一片欢呼声 快死了都 得挨中了还当宝贝呢 还不知道水眼瞎 在一片欢呼声中 我听到了爸爸的小声嘟闹 我擦单眼泪 原来是这样啊 爸妈 那我的户口能不能直接转走 从此 我和你们盲家人再无瓜葛 那最好不过了 明天 明天就办 爸爸也是迫不及待 毕竟在他眼里 我是一个拖累 爸爸你疯了 姐姐不是答应 每年订你们十万块吗 这钱能不要了 我不管 我姐要管我一辈子 啪的一声 一个巴掌声响彻现场 寻声望去 王天佑一边捂着左脸 一边去抓他女朋友的手 莉莉 你别走啊 咱车子房子的钱都有了 应该高兴了 莉莉像躲垃圾一样 甩开了他 你们一家子欺负人 咱俩拉倒了 我可不敢嫁进 你们这种人家 莉莉怎么会来 爸爸脸色大变 问着身边的妈妈 而妈妈一脸茫然 莉莉 我未来的弟媳 独生女 长得漂亮 家庭条件优越 我喊来的 本来是打算要好好相处的 毕竟以后我是大姑姐 让一个好姑娘 跳出了火坑 也算功得一见了 你们给我等着 我媳妇跑了 我饶不饶你们 王天佑还是一样 什么事情都怪就别人 亲家 那我们就先走了 朝地以后 就是你们许家人了 他生是你家人 死是你家鬼 和我王在一丁点关系 也没了 你说的什么话 胆紧滚 这里不欢迎你们 公公气得手都在抖 妈妈拉着爸爸 头也不回地追出去了 爸爸的话 如同一柄利刃 狠狠弯在我心口 闺蜜过来 握住我冰冷的手 看得闺蜜 我更难受了 想得他呈现一个梦中完美的婚礼 却被搞砸了 静宝 对不起 我爸妈他们根本就不爱我 闺蜜抱住我 在我耳边轻声说 嗯 我爸妈也不爱我 我们俩的都是没爸妈爱的孩子 原来我奢望他们知道我快要 他们能伤心难过 能后悔小时候没能善待我 可当他们知道了 他们说啥 他们说我反正一位人在床当这么久了 家里人都习惯了 就当没我这人 让我千万别回去找他们 说他们没钱多浪费 他们还让我理解他们 我踏跌的还真设身处地理解了一下 我要是死在他们前面 他们得多伤心啊 这个傻丫头 我紧紧拦住她 想到以后我们天人两格 我气不成声 许松帝来面精致 满眼心疼 老婆 你放心 我以后会好好爱你的 刚才小小的插曲 也证明了王昭帝 嗯 招财小姐和许佳的缘分 下面我们婚礼继续进行 思议在公共的示意下 继续主持婚礼 婚礼结束 我们共同举杯 答谢亲朋好友的时刻 王天佑冲上来 朝着众人 你们嘚嘞啥 我姐姐王昭帝快死了的人了 哈哈 她得了绝症 你们许佳不是捡到宝贝了吗 哈哈 王天佑的话 犹如一声惊雷 现场瞬间又安静了下来 天佑 现在还不能说啊 紧随其后 爸妈气喘吁吁跑回来 太傻 她婚都结完了 要不是她 丽丽能和我分手吗 还不让我出口卧气 配依据现场的目光 齐刷刷看向我们 婆婆脸上的笑容僵住 差一点晕倒 被公公扶住 许松不可置信 望着我 招财 你 闺蜜快不上来 刚要张嘴 被我制止了 现在还不是时候 就让他们误会吧 公公率先反应过来 拿着话筒说 不管怎样 招财都是我们家的儿媳了 婆婆接过话筒 缓缓道 招财命苦 不管她得了啥病 我们都会不离不弃的 我说了 她是我家的女儿了 鬼使神差的 那一刻 我想考验一下许松 我转头问她 那你呢 许松红的眼睛 我不相信 我不信 我说过的 我们要一辈子在一起 现场掌声雷动 肆意都冻聋了 说从来没有主持过 这么感人的婚礼 说实话 王天又冲进来 说这话的时候 我也有私心 我想将错就错 考验公婆一家的反应 看到他们难过 又于心不忍 但是现在 还不能让我爸妈知道 晚上 回到家 一家人气氛很压抑 许松打破成绩 招财 你得了什么病 你倒是告诉我呀 没有外人了 我想告诉她实情 不想让她着急 我刚要开口 突破将许松叫进屋里 虽然声音压得很低 我仍然能够听到 许松 招财是要死的能了 你要考虑好了 你将来 可是要照顾一个病人 你从小哪里会照顾人 不行就离婚 我心凉了半截 心中酸涩 我以为我漂泊的人生 终于找到了避风港湾 妈妈 你不是说拿着招财 当闺女吗 你怎么能让我离婚呢 我是说了 可是那是当那一群人啊 我不那么说 怎么说 再说你俩这么多扯了 难道要我和她的恶毒父母一样 现场逼着你们去离婚吗 我退到房间 找出户口本 还是我俩领证时候 从家里拿出来的 明天又要派上用场了 我擦擦眼泪 挤出一丝笑容 在心里说 纵然世界上没人爱我 至少我要爱自己 晚上 公公又将许颂叫出去谈话了 第二天 一早 吃早饭的时候 没见到公公 许颂嫩婆婆 爸爸呢 婆婆神秘一笑 去谈大事了 我疑惑地看向婆婆 她怎么能笑得如此轻松 看来许颂 答应和我离婚了 婆婆 见我满脸闷好 对我说 招财 好事 一会你就知道了 好事 这时公公推门进来 笑着对我说 招财 去拿着身份证 户口本 她又转身 对婆婆和许颂说 一来也是 找好证件跟我走 离婚还需要这么兴师动众 难道不是 我和许颂就可以吗 爸妈 我和许颂去 就可以 我找的人 我肯定要一块去的 你妈也一起 我们一家人一起去 这是我们家的大事 把你写我们本上 我们家的大事啊 必须全人参与 对了 顺便可以改个名字 你想好叫招财了吗 什么 我一时脑袋反应不过来 我们不是去离婚 逼婚 离啥婚 刚结婚 哪能离 招财我们先去签户口 改名字 爸妈的这个 咱带去医院好好查查 好好的一个姑娘 我觉得老天爷不应该 咱换带医院 不能只信一家 我眼泪无声流出来 我以为 他们有必要我了的 老婆 你哭啥 你可想好叫招财了吗 对了 你问你那个好闺蜜 他要不要一起改了 我擦擦眼泪 看向公公 公公点头 离宝知道了 他可要高兴坏了 我兴奋地跳起来 谢谢爸爸 我赶紧掏出手机 叫来闺蜜 闺蜜进门 高兴的一蹦老高 就不像那生病的人 谢谢叔叔 我身份证上 终于可以是离宝了 招财 我们走着 蒲笛又顿住 招财离宝 你俩可想好了 听得可是有点 俗 俗 俗点 王招财俗 但是许招财 听得还挺顺耳呢 老公说完 我点点头 给我们拜里的小姑娘 一人惊讶 你就是招弟 闺蜜拧眉 我们这不是来赶名字吗 嗯 招财 你在网上可火了 我才知道 我婚礼上 爸妈的所作所为 被挂在了网上 锦号招弟爸妈四十六万 将女儿卖给婆家人 锦号锦号招弟娘家人 婚礼现场坐地齐驾 六万彩礼 变四十六万 锦号锦号新娘 木甩四十六万 招弟与娘家人 再无瓜葛 锦号锦号娘家人 卖女反转 新娘子绝证骗婚 一家人最大乐极 锦号锦号绝证女 死之前想将自己嫁掉 竟然索要高价彩礼 锦号老婆 别看了 我想办法给删了 啊 这个说一些啥 要死的人不是新娘子 是我呀 闺蜜瞅离眼手机 急得跺脚 什么 得病的人是 你 是啊 叔叔我阿姨 是我 公婆 老公同时看向我 我点头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隐瞒 我是怕爸妈指导 他们误以为 我将前因后果说了一遍 没有就好 我就说我老婆这么健康 怎么可能 许松抱起我 高兴地转圈圈 太好了 没病就好啊 没病就好 婆婆看得我俩满眼欣喜 一家人围着我 敬宝露出羡慕的神色 我握住她的手 她感慨 真好 这就是我梦中的家 户口迁到南方这边了 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我 帮我改成王敬宝 谢谢 闺蜜地上户口本 身份证 咦 你户口本上就你自己吗 嗯 从小就我自己 婆婆往她户口本上瞅了一眼 心疼地看了一眼敬宝 先等会吧 婆婆喊住工作人员 将我叫到一边 为了我敬宝的情况 敬宝从小没了爸爸 妈妈改嫁 只带走了弟弟 她能改姓吗 我们都望向婆婆 不知道她为什么问这个 可以啊 写申请就可以 婆婆转头对敬宝 你和赵财琴同姐妹 和我家有缘分 阿姨没供养命 一直喜欢女儿 你如果不嫌弃 做我女儿 你愿意吗 甘闺女也行 你也兴许 你愿意吗 阿姨 我愿意 可是我要死 瀑布捂住敬宝的嘴巴 没关系 咱不在乎能做多久的母女 你有妈妈就好 敬宝看我 我朝她点点头 这样我们真的就是姐妹了 真的可以吗 敬宝还是不可置信 再次确认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家欢迎你 嗯 我愿意 妈妈 我有钱 我工作几年来 存私房钱了 我不去治病 我不会拖累你们 我吃了也不多 也不乱花钱 说的什么话 好孩子 妈妈爸爸都有工资 你该治病治病 该吃吃 别想那么多 招财 我也有爸妈了 你是姐姐 你是哥哥 阿 我太高兴了 许招财 许进宝 哈哈 一天时间 我们家多了两个人 公公为了庆祝 提议今天出去吃 我们找了一家酒店 我们五人举杯庆祝的时候 堂边桌上的一个陌生男人 突然走向我 不等我反应过来 一杯酒泼在了我脸上 他嘴里慢慢咧咧 我就痛恨你们这种捞女 为了骗钱不择手段了 是吧 金宝气得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赶紧帮我擦脸 公婆也围上来 雪送一拳将愤怒的男人打倒在地 你嘴巴放干净一点 这是我老婆 他骗我什么了 起来 给我老婆道歉 许宋摁着男人的脖子 快道歉 男人脖子上露出纹身 他嘴唇破了 流出血来 他不恼返校 哥们你个傻缺 让人卖了 烦点人数钱了是吧 哥们 我这是同情你 这个世界 老子最恨捞女 想着结婚 将自己卖的好价钱 他连他亲爹娘都骗 得绝证了 还想着捞一笔 你不识好歹 算我多管闲事 再定说一遍 我老婆不是那种人 这时候 围上好多人 朝着我指示点点 这不就是网上骗婚的 绝证女吗 爸妈卖女 一次要四十六万那个 是啊 爸妈都那个得性的 怎么可能养出 我好玩意来 原来自己得病的事情 都瞒那婆家人呢 家人们 快来看啊 这女人段位 是有多高吧 耍得男人被骗了 还替她出气呢 旁边桌子上的 另一个黄毛 举着手机 想来吓唬到许颂 这个黄毛和泼 我的纹身男当才坐一起的 进门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他们了 许颂冷笑一声 反而对着镜头说 你直播了是吧 我告诉你们 这是我老婆 她不是骗子 网上乱说 你这没脑子的就信 这时 旁边包间里 出来一个穿得皮皮裤 打扮时尚的女人 家人们 大瓜呀 百年一见啊 这就是我未来的大姑姐呀 隐瞒自己得病的事实 说给家里多少钱多少钱 画大饼啊 到时候自己死了 我老公问谁要钱去呀 我一脸震惊 你谁呀 谁是你大姑姐 这时候 从包间里走来 盲剑 李美娥 还有王天佑 王昭弟 这是我新交的女朋友啊 你别小瞧 你弟的魅力呀 王剑制止王天佑 和那个时尚女孩 啥大姑姐 姐姐道 早就不是了 李美娥脸上更是得意 亲家呀 不对 啥亲家 朝地都不是我家人了 你的好儿媳 你家招来的大宝贝 哈哈 李美娥笑得很大声 她故意 对着那些 举着手机的看客们 想将婚礼上丢的面 全赢回来一样 我正好拿出户口本 甩他们脸上 这是你家的户口本 还给你们 王剑打开看了看 又给旁边的时尚女孩 悠悠 好好看看 B样子不是我家的了 我家没拖累 嫁到我家来 你就是享福的 叔叔 我没嫌弃家里有拖累 我是来创造财富的 我只是看不惯她 骗婚了 眼前的女孩 角楼造作 对着镜头 过分表演 瀑布这时走上前 你们确定 赵才跟你家里再无瓜葛 不用太尽小养老 我本来想的 你们毕竟生养了她 别 别 别赖着我们的啊 我账本上可记得清清楚楚 看 婚礼上她已经还清了 我们和她两不相欠 多出来的 算她有良心 就算报答我们的 这时 劲宝大声喊 家人们 都听到了吗 王剑说 以后和我姐姐招财一刀两断 再无瓜葛 我有点疑问 估计现场的观众也有疑问 王叔叔 你怎么说我姐姐都觉症了呢 他以为他能瞒得过我 我看到 他藏在出题里的报告单了呀 哎呀 姐姐不小心 没藏好 那我宣布一个事实了呀 大家听好了 你们不要再骂我姐姐招财了呀 其实得癌重的人是我 我和姐姐都在王昭地 我的报报单被 姐姐拿走了 王家人之力 以为姐姐快死了呢 其实 快死的人 是我金宝连下了一个 有千万粉丝的情感博主 他转头笑嘻嘻对我说 现场这几个 估计都是小粉丝 直接来个重量激荡 毒死他们的嘴巴 你 你说什么 王剑和李美娥张大了嘴巴 王天佑和时尚女孩的表情 更变了又变 我说 我也叫王昭地 得病的人是我 不是昭才姐姐 你们啦 闹笑话了 哈哈 看他们不信 金宝拿出手机 调出了他的报告单 看到了吗 哈哈 你们家呀 是真丢了宝贝 我警告你们 可别反悔呀 这么多双眼睛盯着呢 王剑像被抽走了灵魂 半天定在原地 李美娥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半想去扯王剑的裤腿 都是你 你不是说 咱关于德绝症了吗 他都能赚大钱吗 他在原红公司 一个月赚那么多 都与我们没关系了 王剑拽起李美娥 快起来吧 还不够丢人的吗 这都是命 起来 我们走 王天又不想走 姐姐 你必须要管我的 别拿着那点钱 打饭要饭的 爸妈说了 有了我以后 没掐死你 就是想着你以后 能够赚钱娶媳妇 比想着赖账 时尚女孩 看了一眼她的手机 估计想要关到直播 但她突然眼睛一亮 老公 会说你就多说点 旁边的黄毛 给她实眼色 她小声说了句 黑红也是一种红 哼 看来 王天又找的这个女朋友 没那么简单 毕竟她才分手一天时间 就能找到女朋友 都散了吧 去吃饭 吃饭 公公驱散众人 老哥 你一家人都是好人啦 好人有好报 对呀 对呀 围观的群众 好像和刚才骂我的 不是一波人一般 纷纷赞叹 公公感谢着大家 一边让大家散开 招财敬宝 别多想 现在网上的言论说 啥的都有 我们过好自个的日子 随他们怎么说 这怎么行 我就不想 他俩受到别人欺负 是吧 许颂 婆婆反对公公的意见 你这样的话 眼见公婆又要拌嘴 许颂赶紧转移话题 拿起酒杯 敬祝敬宝的到来 吃饭时 敬宝一直关注着手机 偷偷拿给我看 那个千万粉丝的大博主 还在分析这件事 不过风评都变了 不再骂我 有的还在网上对我道歉 吃了饭 公公想带着敬宝 去北京大医院检查身体 不管说啥 敬宝也不去 我懂他 他一直是一个 不想麻烦别人的人 刚刚查出来的时候 他立马去跟他男友分了手 他说不想没男人家 最后逼急了 他说 爸爸 检查的啥 这个病就是个无底洞 省下钱 给我享受享受 我可不想扔在医院里 公公想了想 叹了口气 不再强求 给我说 让我有时间劝劝他 我又不是没劝过 如果是我 也不会去浪费钱 我理解他 从小穷塌了的 攒着的钱 真的还不如好好享受一下呢 许颂见我心情大起大落 提议我们去旅游动蜜月 我很高兴 正好借这个机会 陪金宝出门散散心 我们规划好了行长 去不想 我领导的一个电话 将我叫了回去 许颂很生气 老婆 别上这破班了 老公养你 我笑笑 开始收拾东西 去上班 没想到 婚嫁提前结束了 我来到公司 却发现李美娥和王天佑 拉着横幅 在我公司门口 大闹 王昭帝装病不养老 狠心将父母抛弃 白底黑字格外显眼 旁边王天佑的现任女友悠悠 举着手机正在直播 我打开手机 嗖了嗖 屏面没多少人 从清一色的网民和头像判断 应该都是年纪大的 在家里闲着 没啥事情做老人 悠悠见我来了 举着手机对到我面前 戴姑姐 你来了 你解释解释吧 我没啥好解释的 王天佑 狠心将父母抛弃 哈哈 你怎么不直接写王昭帝装病不服帝 狠心将弟弟抛弃 那 你想着我拿钱养你这巨婴呢 告诉你 没门 估计领导是让我回来收拾烂摊子的吧 我走进公司 要好的同事给我说灭绝师太见我 灭绝师太 是我们私底下喊老板的 一个外强中单的女强人 不苟言笑 我走进她办公室 她服了服眼镜 朝地 怎么说 现在出名吗 对不起 领导 如果对公司造成不好的影响的话 我的害 有影响 不过都是正面的影响 最近将公司也跟得你火了一把 股票都涨了 所以 公司决定聘请你做设计部总经理 我愣在原地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这是升职了 你年薪原先三十 现在顶你翻倍 不要让我失望 为什么是我 与其说我相信你 不如说我相信你们朝地 世界上无数个朝地 逃离出来 狠狠抓住了救命稻草 是不会轻易松开的 一定会越做越好 我相信你 即使结婚了 也是一个工作狂 另外 你家的家庭 人品不错 对了 外面的人 你自己处理掉 你婚假还没结束吧 再给你十天的假 将家里的烂摊子 收拾力锁了来上班 灭绝失态 不 我的亲亲老板说完 我恨不得去抱他大腿 我出门 要好的那个同事说 我看到 你婚礼上 咱老板都流泪了 我想没想知道原因了 因为我曾经在公司人事档案上看到老板的曾用名礼招地 我喊了几个保安 四个身强力剑的保安 架起李美文和王天佑他俩 直接来了个原地倒退 将他们扔了出去 再乱来 我们可报警吗 不需要多嘴 他们只是想要给我难堪 竟然达到自己目的的小丑而已 你这些年 自己攒了三十六万 这三十六万 就是娘家的钱 你婆婆给你的五十万 应该拿出来还能带债的 做人不要太过分了 那个叫悠悠的女孩 一直在我耳朵吵 你谁呀 我的钱 用不着你一个外人瞎臂臂吧 你 你给我等着 回到家 我看到静宝和他男友小科在小区公园 不知道聊的什么 静宝眼眶通红 他男友也是 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将公司的决定宣布出来 他们个个高兴得不行 那我们出去旅游的计划照旧 当然了 计划有变 静宝眼睛还是红红的 大家心照不宣 没有问他 静宝 有什么变化 我男朋友小科 跟着我们一起去 可以吗 他说要最后陪陪我 回来我们再分手 可以呀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 好事呀 我打心里高兴 静宝说 小科看到了情胆主播的视频 才知道 静宝跟他分手的原因 十来天 我们从南往北 走过了国内几个著名景点 我们去海边 吹着海风 张胎双臂拥抱大海 沿着海岸线慢慢骑行 我们一起去古镇 感受小镇慢节奏的生活氛围 每一刻时间 仿佛都停止了 我们爬上山巅 看太阳从云海中慢慢升起 我们走进一座座陌生的城市 体验城市的节奏 去吃各地的美食 整个行程下来 我发现静宝脸色 越来越红润 一点不像生病的人 我们爬山 他也跟着一起爬 我们骑行他 也能跟上 我们学着浅海 他也跟着 很多时候 我们都忘了 他是一个病人 还是一个将死之人 我们沉浸在旅途中 没人看手机 直到我们返程的路上 许颂发现新大陆一样 高声问 静宝 你在哪家医院做的检查 PT医院啊 怎么了 我们直接转程去北京吧 我先的挂号 你们快探探忙上 点开许颂发在曲里的链接 PT医院被爆出的料 因为情胆博主的视频 静宝不是展示过报告吗 网友顺道扒出了 PT医院的料 施假宣传 伪造病例 为了卖要赚钱 现在全网都在寻找静宝 建议他去做进一步检查 你怎么能去那种医院做检查 静宝小声说 便宜啊 我俩穷怕了的人 从小温饱都要靠自己的人 静宝选择那家医院的时候 我没反对 天真的以为 这种大病 医院不可能开玩笑 公婆的电话 打过来了 让我们直接去北京 已经得静宝挂了专家门诊 等结果的日子 度日如年 但是静宝却一点不担心 他说 我都被判了一次死刑了 这是上街又开恩 如果还是一样的结果 我也认了 结果出来 静宝健健康康 啥是没有 我们喜极而泣 小柯高兴地像孩子一般 情绪平静下来 又拉着他去了另外一家医院 等结果的时候 许松又刷到了什么 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我注意到他的反常 在我的再三要求下 他才给我看了视频 我愣在原地 招财 我相信你 我已经举报视频了 你别担心 你说过你不是被盲剑卖过一次吗 是不是那次 是 肯定是 视频中的我一丝不挂 极其狼狈 那是我高中的时候 王健不想让我继续上学 他想让我早早嫁人 换彩礼 我不同意 我班主任也帮得我 我学习优秀 校长都找来 点王健压力 王健没办法 找到一个老男人 趁着我去洗澡的功夫 偷偷关了门 王天又暗中安了摄像头 最后我极力反抗 裹着床单从三楼跳下来 才逃过一劫 事后 爸妈跪下来求我 以我可以去上学为条件 不让我报警 那时候 年轻脸皮薄 这种事情传出去 我在学校是没法呆了的 我忍气吞声 住到了学校 这也是我能上大学的原因 这是我一辈子的伤疤 我给许颂提起过 许颂将我抱在怀里 招财 想哭就哭出来 我以后会保护好你 不让你受到一点伤害 听我说完 尽保气地跳起来 立马回去 我要包了那小子的皮 赶造黄瑶 被恶意剪裁的视频 将我说成一个被别人包养的小三 现在从哪儿还嫁好人家 毕竟这些年 我不靠家里 就攒下三十六万 这个浮躁的世界 很多人只相信一面之词 他们只像愤青一样 只是拿着一件事情当作发泄口 在评论区发泄他们的愤怒 没人去追究真假 有个别人间清醒的发言 却被淹没在骂人的盖楼中 我收到陌生人的信息 想要删除视频可以 打五十万道 我心里冷笑 以为我是被吓大的吗 截图保存证据 我们赶最后一班 飞机回家 我猜测到 这个视频是谁发出来的 如果不出意外 应该是盲天佑的那个女友 盲天佑没有这个脑子炒作 利用流量 在车上 他们三的人 就开始给我出谋划策 我想找四家侦探跟踪悠悠 总觉得悠悠会跟着 王天佑那个大傻蛋 肯定有所图 没想到小柯说 她可以跟踪悠悠 就这样 我一边等着北京 第二家医院的信息 一边等着小柯的信息 小柯的信息先来的 她传来几张照片 是悠悠和酒店米颇久的 那个人生男 黄毛在一起的照片 我笑了笑 没想到 玩得还挺大 这种照片 发给王天佑 不用我出手 王天佑肯定这家人收拾了 到时候两败俱伤 正合我意 谁让王天佑一点情面不顾及 如果不是 她将我高中的视频给悠悠 她是不可能挖到的 这个悠悠 好难找 在一家民宿店里找到的 不轻易出门 就像躲起来了一样 小柯说 悠悠躲了起来 难道怕我报警找她 躲起来了 我找到王天佑 一家人正在布置房间 我的房间里的东西 都被扔得差不多了 被布置成一间儿童房 那 视频不是我传出来的 你不用来找我 我不知道 此地无银三百两 王天佑还是这么沉不住气 你咋知道 我是来办视频的事情 我来是想好心提醒你一下 你的女朋友悠悠 悠悠有什么事情 告诉你 我要结婚了 悠悠有了我的孩子 我扑吃一声笑出声来 感情真是喜当爹了 你笑力挺高啊 你认识悠悠 也才棒得多月吧 王昭帝你快走吧 我家的事 与你没啥关系了 你要是来送礼钱 欢迎 如果一分不出 赶紧出去 李美娥出来赶我 慢着 我就是来好心提醒一下的 我将照片转给你 你自己看看 还有你的未婚妻 可能曾在诋毁 我名誉诈骗等罪行 这是要进去的 说完 我就潇洒 转身离开了 怎么可能 悠悠不是这种人 儿子 你直接联系上悠悠了吗 我也觉得 她是卷了在那前跑了 你们不是商量的 后天结婚吗 她现在不出现 还结啥婚 到时候让亲戚 看大家笑话吗 你说话呀 身后传来李美娥着急的声音 而王天佑盯着手机 站得一动不动 捏紧了拳头 看来悠悠是卷了钱跑路了 过了一周 净宝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身体健康 大家悬着的心 落下了 公公婆婆高兴得跑去庙里还愿 我马上要上班了 我必须赶紧处理掉那些视频 为了追求效率 我直接报警 很快传来消息 帽子叔叔效率高 比王天佑抢先一步 抓到悠悠 而悠悠直接将帽子扣到了王天佑头上 说是王天佑为了报复姐姐 才将视频卖给她的 悠悠找出了转账记录 王天佑气得说不出话来 被拘留五日 曝不得已 在网上向我公开道歉 说了视频 何曾经经过 我笑着将心里的那道伤疤撕开 失重 我平静地 运我自己都惊讶 可能被爱包裹着的人 什么都不怕 不会痛了吧 李美娥哭着来求我原谅 你看在她是你弟弟的份上 不要追究了 五天啊 她在里面吃不好 穿不好 被欺负了杂整啊 那我呢 我的视频被挂在网上 你有没有想过 我没脸活下去 怎么办 李美娥被我问得说不出话来 我直接无视她 走开 一周后 静宝给我说 李美娥 王健 被推下楼梯摔死了 而王天佑被抓进去了 这怎么回事 王天佑找悠悠算账 将悠悠囚禁起来 黄毛和那个文生男 抓了盲健和李美娥 想换回悠悠 王天佑怎么可能会 因为两个老东西放人 直接拿刀捅了悠悠 黄毛和文生男 也将盲健和李美娥 推下了楼 悠悠当场毙命 以前 被吸血的时候 总梦想的我是孤儿 现在真的变成孤儿了 不是 我有老公 有公婆 有妹妹 还有我热爱的事业 是孤儿 是孤儿